创世纪第22章 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 亚伯拉罕啊!他回答,我在这里 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萨到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只是你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凡计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驴 带着两个同仆和自己的儿子以萨 也披好了献凡计用的柴 就启程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 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观望 远远地看见了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同仆说 你们和驴留在这里 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 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献凡计的柴放在他儿子以萨的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他们二人一起向前走的时候 以萨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爸爸 亚伯拉罕回答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摆好了柴,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萨 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伸手拿刀 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回答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 一点也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望 看见一只公棉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 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棉羊 把它献为繁祭 代替自己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 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 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身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 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 我指着自己起事 你既然做了这事 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 我必定赐福给你 必使你的后裔繁多 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的后裔 必占领仇敌的城门 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亚伯拉罕回到他的同仆那里 他们就启程 一起到别士巴去了 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 这些事以后 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 密加也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是乌斯 他的弟弟是布斯 和亚伯拉罕的父亲基姆利 还有基靴 哈索 毕达 易拉 和彼土利 彼土利生了历百家 这八个人 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儿子 拿赫的妾名叫刘马 他也生了提巴 迦汉 他侠和马迦